桃园市司法公园绿美化工程 开工动土大吉昌 恭喜职产长官第一产 开地平安动土大吉 桃园司法公园绿美化工程 在8号上午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工程基地位在中路重化区都市计划公园及行政区 也就是桃园地检署正前方 计划范围次公企 第一期先施坐北侧用地两公顷 预计今年底就会晚工 骑工两公顷是公园用地 两公顷是机关用地 那我们跟农水署合作 那公园用地作为第一期两公顷 批建为一个司法公园 未来会有直栽夜间照明步道 也会有停车场以及U-bike的这个租刃站 那对于洽工的民众 以及对于司法园区的司法人员 我想都是一个福音 那这个公园呢 我们会进行第二期 那第二期明年再开始 那第一期会在今年12月完工 这块地是农田水利署管辖土地 这次跟市府共同合作并签署MOU 把这块闲置的计划用地进行绿美化开辟 除了有绿地跟人形步道 还设置汽机车停车场 有62格汽车位跟123格机车位 还有U-bike跟公厕 不仅活化土地 也让地方有优质的修气环境 是我们最大的收益 其实是我们农田水利署 因为一方面可以让我们 这个节省这个土地维护管理的支出 二方面又可以让我们 从这个停车费各方面的一些收益 能够转到我们的桃园 桃园的这个农田水利事业的作业基金 让这笔钱再来回馈 我们桃园市的这个农民 然后来加强我们桃园的这个农田水利建设 这样的一个做法 真的是这个一举多的多方受益的一个好做法 对于闲置土地将变成休闲公园 地方里长表示非常期待 但他也希望争取在公园里 规划一处篮球场 让里民有更多元完善的运动休闲场域 希望也能够多元化 看看能不能设置篮球场之类的 更多元让所有的居民可以更活化去使用它 为什么想要安排篮球场 因为从化之后 这边的住户变多了 可是一直都没有一个很完善的篮球场 或是运动的空间 所以希望借由这块地 希望借由这块地能够建置一个好的篮球场空间 司法公园绿美化工程为两期分区开辟 利用闲置国有土地打造城市新亮点 兼具停车跟休闲运动功能 未来可以提供洽工民众司法人员 以及周边居民使用 第一期今年底就会完成 第二期工程会在明年启动 记者在五一投影报道